它是为了获得某一个极致的点 去舍去了很多很多东西的 比掐脖子还严重 我们每服务一个客人两到三个小时 我想冲洗想把它作为中国最好的营业 这个算法目前我们国内没有一家公司有 因为这是设计的基础学科 数学 光学 还有就是视光学 三者结合才能做出来 它还有很多设备 最主要的就是金雕设备 就是它做一个毛皮出来 然后把你的度数雕上去 就是你该这里该怎么样子 那你该怎么样雕上去 这个设备目前也是纯净口 而且有一个最致命的东西就是 比如说你的度数我在国内给你生产 我只能把你的度数输进去 这个数据传到以色列或者传到德国 它在那边算完之后 发一个信息给那个机器 那个机器就给你生产出来了 所以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只是一个放机器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材料 1.67 1.74 1.60 这三个材料好的都是日本的 只能进口 都是日本三井化工的 三井集团 财团嘛 对 都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这个眼镜 晶片基本上就是 卡脖子 比卡脖子还严重 如果这个东西断供了 建晶片做不了 老年人用的建晶片 你们很快就会用到了 因为你们的眼睛的肺眼程度 非常的高 特别像你的眼睛 应该是没有主角的 主角是啥意思 就是没有矫正到你的最佳实力 你一看你这个眼睛就是虚 我眼睛是 眼睛是最近是 现在眼睛很多 而且你现在这种状态 会让你的度数增加得非常的快 所以你去外面很多时候 哎呀你天天用电了 是不是 我们矫正到0.9就可以了 是不是经常遇到 大错特错 这样是吗 当然 所以那你配的时候 就配了1.2 1.4 对能看到多远看到多远 就是如果说是主角的情况下 有很大几率上 你的矫正视率是能改善的 比如说你这次来 因为你长期处于牵脚状态 我能矫正到1.0 如果说我们给你矫正好了之后 后面你有一定的概率 可以看到1.2 或者是到1.5 我们人是有三级式功能的 调节集合立体视 它是联动的 一旦你的视力没有矫正好 那你集合开散就不行 你的立体视就不行 因为立体是我们人类最高级的视觉 有很多人都没办法建立 所以我们以前燕光是要收费的 我们以前燕光收费599 你们是有这个服务什么 以前是有的 但是以前别人只为燕光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了 因为覆盖 覆盖不了我们的成本 不是我不愿意提供 很多人说 装599还覆盖了 真覆盖不了 你看我们在大冲那个地方的房租 还有我们请的专业的人 我们的工资都是给的很高的 因为你不给的高 就没有好的人才留下来 那你比如说你再大冲一天 能配几幅眼镜 配不了几幅 那剩下的时间不就是这种 也算一个服务 我们每服务一个客人 两到三个小时 不需要服务几个客人 也服务不了几个客人 对 但是我们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个客人 的满意度都很高 我有个客人他是挖矿的 挖比特币的 挖比特币的赚了很多钱 他自己也知道头是歪的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歪 他认为是肩膀有问题 我以为他太有钱了 没有 他以为他是肩膀有问题 然后我们跟他一测 发现他是上下的一个垂直隐形 人是高级动物 他不允许他的 就是世界是歪的 怎么可能 你说世界是歪着的 不允许 所以他就用头 去带长了他的 他用头去矫正 补偿 那么我们跟他一配好 他就回来了 他在我们那里配了大概三副眼镜 因为他那个人质量可能会随时变化 所以我们要定期复查 大概花了三四万块钱 那对他来说 这不是两三万块钱的事情 而且他以前 这样子歪着 你肩膀不出问题吗 因为我们要造那个it2 就是测你的 这个 我们发现有些客人 就是这样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去判断 他平时的一个生活轨迹 以及工作习惯 你往哪边偏 你睡觉往哪边 大概都能猜到 好